月饼的由来 元朝末年 百姓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民不聊生 救命啊 岂有此理 后来成为明太祖的朱元璋 决定带兵起义 想要推翻元朝暴政 明天就打进城去 叫什么 冲啊 太可惜了 封上城墙 义军们攻到城下 围城多日却怎样也攻不进去 朱元璋非常焦虑 召来军师刘伯温商讨 如何才能攻克城池呢 这是什么 元禀 城里有许多愿意协助义军 推翻暴政的老百姓 只是他们无法与义军联络 我们可以假扮卖元饼的小贩 将塞着纸条的元饼送进城内 好 就这么干 原来是卖元饼的 进去吧 假扮小贩的两人挑着两单元饼顺利的进了城 香喷喷喷的圆饼了 奇怪 怎么有张纸条 嗯 通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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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城门打开了 通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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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此以后 为了纪念祝元璋 起意拯救百姓 圆饼 成月饼 8月15日中秋节 吃月饼的习俗 也流传到了今天 谢谢